观众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频道 我是方砖 咱们今天录一个小段 这个小段干嘛呢 是要跟一些观众朋友咱们道歉 咱们说我有错就要改 我昨天录了一期关于玻璃心的这个 然后我在介绍黄明志的时候 犯了一个错误 我看很多人给我留言提醒评论 所以今天就给大家说一说 那另外呢就是我在那视频里边 黄明志是吧 有人说他幼稚 有人说死东也说他幼稚了 所以说是我在骂死东 这个我也做一个统一的回应 咱们一个一个来说 首先第一个关于黄明志 我确实要郑重道歉 这个抱歉 有眼不识泰山 为什么呢 你要知道 也请大家理解专头 隔行如隔山 你一看我这样 你就知道我不是一个玩音乐的 对于我 对于这块我确实不了解 那么昨天我看到这个消息以后 我直接搜他这个YouTube 我去看了以后 我没留神 我就看了一下它下面播放量 我看到第一个好像快400万了 后面那一圈 这我惦记去看的时候 它后面有一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歌 反正一个一个的小视频 有8万的 有5万的 有十几万的播放 那跟前面一个相差比较悬殊 所以我就拍脑袋 这个我抱歉 我拍了脑袋了 我一拍脑袋 我得出一结论说有可能人是因为这一首歌涨分涨的比较多 而实际上好歹有网友跟我说 他之前录过一个什么什么歌 当然我肯定没听过了 他录过一个什么歌好像就上过亿次播放 所以这里给所有喜欢荒名志的朋友道过歉 抱歉 我这是丢人了 我不知道 给大家 请大家多多包涵 多多原谅 这是一个事儿 那另一事儿就关于死冬季的事儿 坦白讲 死冬季人家算是前辈 人家做的比我早 坦白说 我以前也经常看他的视频 但是到一年多前左右 我就渐渐的不再看他的视频了 原因算了给人有点面子 是吧 原因我就不说了 反正观众很多人都知道 我觉得不太适合我的口味 这么说是不是稍微温和一点 不太适合我的口味 所以你就知道我现在做视频的时候 有些人给我留言说 你这个视频是跟这个人有矛盾 还是你跟那个人矛盾 我觉得没必要 为什么 我做视频看到的这些东西 我逛论坛 逛推特 逛微博 是吧 我都看 但是我看的时候 完了以后我做结论的时候 我不可能再去你们说的那些什么 这个频道 那个频道都看完 他们是怎么说的 然后我就对我怎么说 那不可能的 所以有时候撞上就撞上了 如果说我的观点和他们的产生冲突了 那没办法 我不是针对谁 我从来都是旧事说事 但是如果有人观点跟我撞上了 那他运气不好 好吧 我没有去针对别人的意思 那至于黄明志说幼稚这个事 也确实是你们可以去推特上转一转 真的有好多人在说 然而这些人背后 是不是因为小粉红的原因 或者黄明志的歌唱痛 他们的痛点有这个可能性 经过昨天咱们的分析 这个歌是一个商业行为 而商业行为背后代表的就是 基于人的人生观 价值观 世界观 基于三观导致人的喜好 而你要知道一旦三观相合之后 那么在未来的消费 在未来的价值取向 在未来的政治取向当中 那就必然有所偏向 所以黄明志这个歌曲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不是这个歌本身 而是他这个歌手 通过这个歌再一次 不能第一次爆红了 再一次爆红 然后获得如此多的观众量 而进行了跨界 你看他从音乐界到我们时政圈 那本身是跨界 对吧 所以我们都受到影响 这个事情背后 我昨天分析的是这个东西 我当然不觉得它幼稚 谁说的幼稚 我都不会退让的 这很明显不幼稚 对不对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一个经济学和一个价值的 一个现象 所以多余我就不说了 昨天咱们都已经说过了 好吧 所以在此做一个回应 我确实是没看这个死东记了 我以后可能也不太 就是有机会去看 所以如果以后价值观相冲 我请大家知道 先提咱们提前说的前面 我不是针对谁 好吧 我只是 就是论事 这是第二点 那第三点呢 就是说咱们得做一个后续 再多说两句 昨天没说完 后面我突然想起一个事来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中国有句古话 叫无欲则刚 你会发现前些 前段时间 这个中国跟世界的连接 像一个八爪章鱼一样 中国跟世界整个通过精密 紧密的连接在一起 包括中国和台湾的关系 最近的时候 也是恰恰两岸关系 经济最紧密的时候 那只不过后来呢 由于这个中国新的领导人上台 采取了一些政策 两岸的经济逐渐的 就是说包括中国跟整个东南亚 在岛屿上面的冲突 这个经济的纽带 再逐渐松开 我想是不是这个事情 跟这个黄明志的歌曲爆火 有很大的关系 咱们昨天说了 它的爆火 不是因为黄明志本人的变化 而是由于它的受众群体 对于中国的厌恶发生了变化 那么这个变化 是否跟经济有关系呢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把这观点今天抛出来 咱们在节目里边也可以探讨 大家觉得有没有关系 我个人觉得是有 你想一想 未来可能 一个论证方法 就是未来 这次类似于黄明志 这种辱华歌曲 可能会越来越多 但是这个辱华歌曲 我是加引号的 这个辱华歌曲会越来越多 为什么 是因为无欲则刚 随着中国跟世界的脱钩 而小粉红 他们之前做过的事情 又在这里 有一句话说的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小粉红 他们造 这个小粉红 这个所谓的粉红出生 NSML 这些东西 他们不会短暂的从网络中消失 你比如说从明天开始 所有小粉红 闭关锁国 一部国文都不许跨 但是 他们不在江湖 江湖仍然有他们的传说 小粉红就算从今天 不再在网络上出现了 那不好意思 从明天开始 在未来过去的 至少是三五年之内 依然会有他们的传说 只不过会慢慢下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海外这些人随着他们跟中国的经济脱钩 不再仰仗中国的订单 不再仰仗中国的制造商 不再仰仗中国的这些企业给他们钱 能从他们这挣钱的话 那么会不会敢于就是嘲讽他们 或者是拿他们找乐的 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的 你要知道现在在美国也开始越来越多的出现一些讽刺中国领导人 讽刺中国政府 包括讽刺整个中国群体的这样的影视作品 歌曲 甚至有一些还组织了一些孩子去唱这歌 我也觉得也真的是牛逼 就是这样的行为代表的是背后的经济运行 所以常看我节目的观众朋友里面也知道 我看很多问题都通过从政经两个方法去解读 就一个是政治 一个是经济 这两个是世界的主脉络 其他的很多都是围绕着这两者的一个表象左右 而且说实在我想起去年还是 应该是去年吧 还是前年 我记得太清楚了 好像有一个事特别好笑 怎么回事呢 前两天中国大陆趴皮匠 就这位号称什么集财富 什么美貌于一身的女子 说谓是中国最早的网红鼻祖 第一网红 她的工作室还什么东西 关闭了 但我想她关闭的原因是因为中国说了 以后这些公司没有公共资质 不许从事新闻的采编这些工作 那一看人家肯定是没活路的 对吧 自己就关掉了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是去年还是前年 这个趴皮匠这个工作室 卷入了一场跟台湾的YouTube的纠纷当中 当时台湾有YouTube叫什么来着 波特王 我有印象 虽然我不看她的视频 但我知道这个名字叫波特王 这波特王干了一个事 他撩妹 但他知道撩妹你随便撩是吧 但是他撩了一个大妹 这大妹就是台湾的总统蔡英文 当时我还专门去看那影片 撩妹手法非常熟练 技巧非常纯熟 熟练度max 然后给蔡英文撩的只能是摇头苦笑 说他没大没小 咱说实在的 蔡英文这个人我不敢冒 因为我觉得他对台湾的经济管得并不好 但是不管怎么样 他在台湾有这个社会地位 那么波特王敢去撩他 我觉得这是个挺好玩的事情 结果当时大陆这边好像是说 他因为称呼蔡英文为总统 所以就要跟他终止合约 当时跟波特王合作的工作室 背后的金主 就是趴皮匠的工作室 结果现在讽刺的效果来了 就是波特王没倒 趴皮匠倒了 当时这个趴皮匠他们工作室 以这个节约 违约金等等 这个作为要挟 你不能称呼蔡英文为总统 波特王说不行 我就不愿意跪着 结果现在呢 就不愿意跪的 这个人家还在 这个要人跪的 这个趴皮匠已经跪了 他的公司都没了 所以我觉得这事件真的是好笑 而这个事件同时 也真的是引发深思 如果中国再这么下去的话 你拒绝世界的同时 也意味着世界对你的拒绝 中国真的想这样吗 我觉得那样的下场 对于世界来说 离了中国 世界依然转得很好 但对于中国来说 离了世界 你就玩不转了 好了 今天这小短片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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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